私人医院将成为新冠疫苗接种中心 但是这项服务收不收费呢 私人医院协会证实民众不需要付费 协会主席拿督古籍新发文告证实 政府免费提供疫苗承担了这笔费用 至于院方将会吸纳接种所涉及的其他开销 作为企业社会责任 不过他还是建议政府允许私人医院采购疫苗 以加快接种的速度早日达到群体免疫 古籍新也促请政府在不忽略60岁以上长者 和高风险群体的情况下 尽快安排第三阶段的群体来接种疫苗 截至昨天国内一共施打了将近102万剂的疫苗 大约41万人完成了第二剂疫苗的注射